随时农历春节即将来到 为了照顾弱势族群 中医师慈会已经连续12年 跟台中市北区家福中心 来共同合办寒冬送暖 年终围炉活动 邀请到了50多户 170多人的弱势家庭 提前在除夕夜前的围炉 还准备了红包礼品 希望让他们可以感受到社会温暖 而现任师慈会会长张秀卒 过去也曾是家福中心的 帮助对象之一 如今在事业稳定之后 他也希望能够贡献一己之力 借此鼓励更多的弱势家庭孩子 可以自信地积极面对生活 小朋友们一续站在台前 开心地接下手中的红包与各项礼品 为了照顾弱势族群 中医师慈会连续12年来 与台中市北区家福中心共同合办 寒冬送暖年终围炉活动 邀请50多户 170多人的弱势家庭 一起在除夕夜前围炉同乐 我们如果说在家的 比较没法导致 让他吃到那好 但是来这里 让他看到每个小朋友 他们就都 果然果然都不一样 所以觉得感触也很多 我今天跟我妈妈弟弟妹妹来 我觉得让我有点很有过年的感觉 而现任师慈会会长张秀卒 在30多年前 因为先生找事 只能靠着资源回收独自一人抚养四名子女 经济状况相当的拮据 幸好当时在家福中心的帮助之下 孩子们也逐渐长大 随着事业渐渐稳定之后 他也希望能够发挥一己之力 回馈社会 我刚加入中医师慈会的第一年 我们刚好在举办家福中心围炉活动 我一进来一看到我眼泪就掉下了 我以前也曾经被家福中心来帮忙 所以我很感动 平常会积极关心他们的工作 就业或者就学这些问题 我想一路拉拔起来 今天很高兴 张会长他不只是站起来 而且是站出来为社会服务 家福中心的孩子们也特别送上自制卡片 表达感谢之意 而主办单位也表示 未来也希望能够让围炉活动 持续的延续下去 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鼓励更多弱势家庭的孩子 可以自信积极的面对生活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